歡迎收看10點不一樣 我是李作恆 首先要帶你來關心的 還是俄烏的最新狀況了 俄軍是猛攻了烏南的奧德薩士 而且這一次特別的是 他們採用了雙擊的戰術 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先用第一枚的飛彈襲擊 造成平民的傷亡之後 再用第二枚的飛彈 轟炸趕到現場的救難人員 而這也是這個地區 第一次遭到雙擊的攻擊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而隨著整個戰勢的延長 國際社會現在也紛紛出現了 援烏遲疑的聲浪 我們就看到歐盟的外長波瑞爾 他就提到說 俄烏戰爭的結果 很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就會決定 所以呼籲西方的盟國 要趕快提供援助 但是在烏克蘭方面 也可以看到有攻勢 像是俄羅斯正在舉行的 總統選舉投票 就傳出有投票所遭到砲襲 這個地點是在赫爾松州的投票站 而且是有人員因此受傷的 俄羅斯總統普欽稱 這是烏克蘭對俄羅斯境內的 軍民進行打擊 目的就是要破壞他們的總統選舉 但其中有95%的襲擊 是被俄軍防空系統攔截阻止下來 雖然說他認為不會影響到 俄羅斯的大選 但是在這個同時 也會對烏克蘭方面的行動 來給予回應 只是其實俄羅斯不只是這個砲襲 還傳出了多起的抗議行動 包含是對投票所投擲汽油袋 還有人是把顏料倒入投票所等等 不過俄羅斯政府都說 這責任是境外實力 監視器畫面裡 這名女子拿著汽油袋奮力一丟 一次不夠再扔第二遍 投票所的火也越燒越大 接著女子往外跑 被這幾名男子合力壓制 門口稍微痕跡 還看得一清二楚 俄羅斯總統大選 聖彼得堡投票所 有女子丟汽油袋 但這不是唯一意外 中部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還有投票所疑似被波 毅然一體燒了起來 選物人員趕緊拿滅火器 至於首都莫斯科 不止一個透明投票箱 被倒了綠色或藍色顏料 翻畫面都被監視器拍下來 俄羅斯總選會主席氣到連話都講不好 各地出現干擾選物的破壞行為 最高刑期可能被關五年 在政府眼中 包括幾天前 邊境武裝衝突 都是境外勢力惹的禍 普京本人早在星期五第一天 就在辦公室裡遠距網路投票 只是反對他的聲音 似乎不會全部消失 這次大選投票將持續到星期日 為期三天呈現俄羅斯獨特風格的民主 第一月新聞綜合報導 好 即便有這麼多的爭議 但是眼下俄羅斯總統普琴要連任 已經幾乎是預料中的事 只是關鍵是會如何牽動俄烏戰爭呢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記者理解 俄羅斯總統大選普琴的支持度 來到了87% 如果他繼續連任的話 接下來這烏烏戰爭還會怎麼樣子進行呢 我們來看根據統計 他選前的民調支持率 來到了87% 因此當地的專家就預估 他最終得票率至少也有八成之多 那我們來看這次他們除了在俄羅斯 當地來舉行選舉選舉投票之外 也包括在烏克蘭俄羅斯佔領的地區 他們也有展開選舉 包括在對內刺客 古魯干斯克 赫爾松還有渣波羅熱 而且這次的投票會從3月15號到3月17號為期三天 到周日才會結束 不過這次他們將也在烏克蘭地區來舉行投票 甚至在這個二戰區強制投票 選務人員把這個票鬼都搬到居民的家門口了 不過其實在烏克蘭的烏東地區 其實因為歷史的因素 其實有很多的居民是覺得是有支持這個普京的 主要也是因為希望整個戰爭趕快結束 不過在歐美的專家他們就有分析 如果普京連任的話 將會動員數十萬的後備軍 這個烏克蘭的戰爭恐怕會是更加的不樂觀 甚至他們也分析如果普京連任的話 會有三個走勢 第一個就是基因階層可能會被鞏固 那我們看到在烏二戰爭開戰之後 其實基因階層幾乎都還是照樣淋新水 幾乎不要去打仗 他們也認為是說如果整個戰爭結束 他們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了 再來就是烏二戰爭可能還是會持續的加劇 因為其實普京他是不會認輸的 如果真的要停火的話 可能也是要看烏克蘭的妥協 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發生 那最後這個專制統治還會再持續加劇 那我們來看其實普京在俄羅斯 其實已經擔任了四屆的總統 如果再一次連任就會是第五任 這個烏二戰爭接下來怎麼發展 也非常的關鍵 提到了烏東地區 就不得不來看烏克蘭撤手阿夫迪夫卡之後 在東部的前線局勢是異常的嚴峻 甚至有官兵就透露 很多的單位內部是弥漫著阿夫迪夫卡受印 因為他們認為浴血奮戰 只不過是政府高層互鬥的棋子 這也奏成部隊士氣低迷 翻譜前武裝團體俄羅斯志願軍公布影片 聲稱在比爾哥羅德州和库爾斯克州 兩個地區發動跨境攻擊 在俄軍幾乎毫無防備的情況下 順利攻下一座村莊 俄羅斯志願軍發言人巴拉諾夫斯基表示 這次有三支部隊參與行動 分別是俄羅斯志願軍 自由俄羅斯軍團以及西伯利亞營組成聯合部隊 在夜色及坦克的掩護下 乘坐裝甲車在目標區邊境會合後 再以步行方式悄悄接近俄軍 並且展開激烈戰鬥 路透社的報導表示 聯合部隊從不同方向攻擊俄羅斯的兩個州 一股力量攻擊比爾哥羅德下轄的 聂霍傑耶夫卡 另外一股力量則推進库爾斯克州邊境的 迪奧特基諾 其中在迪奧特基諾的戰鬥中 部隊以優勢火力摧毀俄軍一輛裝甲車 順利取得控制權 至於在聂霍傑耶夫卡方面 則是破壞了營區內多項軍事設備後 撤出戰鬥 不過俄羅斯國防部以嚴厲的口吻 痛批幾支來自烏克蘭的敵後破壞組織 及亡命分子 在聂霍傑耶夫卡 發動企圖入侵俄國領土的武裝行動 經過軍方聯邦安全局和邊境管理部隊的攜手合作 擋住對手四次攻勢 再立即五個多小時的交火 最終俄軍以殲滅上百名武裝分子 並且擊毀至少一輛坦克的情況下擊潰來敵 對於俄方的說法 俄羅斯志願軍發言人巴拉諾夫斯基表示 俄軍的確加強了比爾戈羅德的防禦 卻失去庫爾斯克地區的一處據點 而且呼籲俄羅斯民眾別去投票 更要求國際社會不要承認普京的總統身份 表面上看 這一次跨境作戰是反普京武裝 向俄羅斯民眾傳遞總統選舉的不正當性 試圖阻撓票投普京衝高投票率的可能 只是這項行動明顯難以撼動 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動員 令人好奇的是 既然明知不可為 卻為什麼非得硬著頭皮做 專家認為 反對普京繼續執政 只是對外宣傳的口號 實際上三支武裝力量應該有所計劃 想在俄軍後院點火 以緩解烏克蘭的戰場壓力 因為阿富迪夫卡失守之後 烏東前線情況緊急 許多作戰單位得不到有效的修正 幾乎瀕臨崩潰的邊緣 阿斯姆特就說 很多弟兄私底下把這種情況稱之為阿富迪夫卡效應 指的就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他表示部隊進駐阿富迪夫卡之後 俄軍光是使用華翔炸彈轟炸的時間就超過一個半月 當時烏克蘭官方報導的數據顯示 每個月有600枚航空炸彈落在阿富迪夫卡 由於他很好奇這個數據的正確性 所以他趁著執行衛少勤務的時候 特意算了一下 結果當天俄軍就扔了72枚 而且這種華翔炸彈的威力很強 即便像阿富迪夫卡這麼堅固的堡壘城市 都禁不起俄羅斯的狂轰濫炸 更何況束手在這裡的部隊 既沒有充足的彈藥 又缺乏地捕的兵源 多重壓力下 讓很多官兵存在悲觀情緒 另一位住房在阿富迪夫卡的士兵奧萊也說 每次他們還擊一發炮彈後 俄軍馬上會有八到九發的火炮回應 這種比例上的懸殊差距 經常讓兄弟們感到是不是被西方陣營 和軍方高層所遺忘 他們就像無人聞問的孤軍一樣 留在隨時準備為國捐躯的斷源層壁中 他說其實決策階層 本來可以很快做出決定 以保持大多數單位的有生戰力 但是不曉得為了什麼原因 長官們遲遲不能下定決心 一直到了2月15號 部隊才接到撤手的命令 要求他們在夜間 從南翼的據點離開正常 雖然高層終於下達了命令 但是在這麼短時間內 要撤出這麼多單位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沒有行動能力的商兵 幾乎沒辦法跟著大部隊一起離開 但是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他也只能眼睜睜看著曾經生死與共的 同袍兄弟被留在臨時的野戰救護戰內 絕望無助地等待難以預測結果的命運降臨 雖然烏克蘭官方宣稱撤軍行動順利完成 不僅保存了大部分戰力 還重創了進攻的二軍部隊 可是烏克蘭沒說的是 阿富汀布卡效應確實也影響了各級部隊的士氣 根據多位西方官員及分析師的預測 烏克蘭2024年在戰場上可預期的最佳情況 就是守住戰線 至於會不會出現比這更好的突破 紐約時報並未給出答案 或許在烏克蘭政府心中也已經早有定見了 接下來要看到是以哈的衝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還是沒有達成停火的協議 倒是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他先批准了 說接下來以軍會對加薩南部拉法市展開軍事行動 而這個地區是多數飽受戰爭摧殘的加薩居民 尋求庇護的地方 以色列方面他們就聲稱 已經準備讓平民來疏散了 但是還沒有交代執行軍事行動的確切時間 外媒則是引述消息稱 這也讓哈馬斯和胡塞組織是罕見的商討了 合作以及協調如何對抗以色列的行動 只是中東的局勢越發緊張 胡塞武裝組織就宣布 將要襲擊行進印度洋 使向好望角的船隻 而且可能不限制是在英國或是美國 以及以色列的船隻 這代表著攻擊範圍擴大 有長期研究伊朗問題的專家就說 他認為胡塞武裝確實有能力 向印度洋發射導彈 這關鍵就是取決於何處發射 是不是部署在印度洋和雅丁灣的交會處 但是面對戰事這樣的發展 哈馬斯的官員在接受CNN的專訪的時候就痛批以色列的各種軍事行動 只會危及到自己人質的生命安全 子彈一發接著一發 坦克車裝甲車在廢墟碎片堆裡壓扁僅存幾棵樹 以色列軍秀出加薩作戰畫面 現在更傳出總理納坦雅胡批准以軍攻進拉法 作戰計畫是批准了 但什麼時候執行沒有說清楚 哈馬斯官員接受CNN專訪 痛批以軍是在傷害自己的人質 這位官員承認他們目前無法掌握所有人質所在位置 記者又提到聯合國控訴由女人質遭到信心 全盤否認指控 其實到現在哈馬斯還是堅持 去年10月7號越界攻擊平民 是反抗以色列占領的正當手段 現在正值伊斯蘭摘戒月 耶路撒冷卻是草木皆兵 約旦河西岸的穆斯林想到耶路撒冷艾格薩清真寺里拜 卻被持槍警察攔下 衝突緊張從加薩往外蔓延 事實上以哈曾就停火來進行協商 而哈馬斯的提議是停火6隻歐 釋放42名的以色列人質 這是為什麼最後還是破局了呢 更多內容要再交給李傑 以哈戰爭持續不斷 而哈馬斯現在也提出了停火換球 那我們來看一下哈馬斯的主張 就是在加薩地區來實行6個星期的休戰期 當中他就希望能夠釋放42名的以色列人質 來交換了大概是50名的巴斯坦的囚犯 不過我們來看這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他就說哈馬斯的提案呢 幾乎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要求 他就說以色列堅持消滅哈馬斯之前呢 是絕對不會輕易結束這一場戰爭的 所以我們來看為什麼以色列是會拒絕 像這樣子的停火換球呢 我們就來看他提出的提案 到底是什麼樣的內容 首先他就說釋放以色列的人質 包括是女性兒童長者或是病患 來換取這個巴拉斯坦的囚犯 而現在呢這個巴拉斯坦囚犯 大約是700到1000人 而當中呢終身監禁呢 大概也有100人左右 那麼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以色列為什麼不買單呢 就有專家分析說 是因為哈馬斯要求釋放的 都是一些備受矚目的囚犯 那如果這些人釋放出來 會不會引發更多的爭議 像以哈戰爭持續到現在都還沒有停火 這未來可能還要再僵持一段時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